大家好,欢迎收听神中课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5月8日 分享的人物是加玛烈 意思是神掌赏 加玛烈是教法师和犹太工会的成员 他对使徒是予以一个正面的评价 他同时也是保罗的老师 总体来说 新约对法尼塞人和其他犹太教法师的评价 其实都不是很正面的 但是这位著名的学者加玛烈 他是大大的例外 他出身在客客有名的法律世家 当使徒们在这个犹太工会受到审讯的时候 加玛烈强烈地向犹太工会成员提议去释放他们 在《使徒行传》五章38、39节 加玛烈地说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 他们所谋的、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就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上帝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 遥传了加玛烈后来归信了基督教 但这件事没有圣经的依据 尽管是这样 我们对这位有智慧的人 是有更多的一些敬意 因为即使是为了少数人 他都敢说出自己一些想法 为他们的立场去辨务 他所说的说话又很合乎情理 上帝的工作是没有人阻碍的 加玛烈看出了事态的一个合理性 使到他对于使徒的工作 是否确实是为上帝的工作 他保持了一个开放的态度 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是有风险的 这个并不是结交朋友一个最佳的方法 甚至可能会严重的危害了你的职业生涯 但对于加玛烈来说 这些都不足以使到他保持沉默 他的勇气是伟大的模法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天父 慈我勇气说出我的想法 即使那会使得我非常是不受欢迎 奉主名堂 阿们 奈文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延伸去阅读 使徒行转 五章三十二到四十二节 二十二章三节 欢迎明天再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